我們繼續 試著讓 設計出來的小時鐘模組 功能更加完善 目前我們只能做到 讓它顯示的是 Input Hour 跟Input Mini 只有小時跟分鐘 那各位應該會觀察到 這個七段顯示器上 一開始的數字是沒有變化的 雖然LED燈在閃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小時跟分鐘的數字 要等到LED燈閃60下以後 這個分鐘的數才會進1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 小時鐘模組產生的10分秒這些資訊都利用到 我們可以看到 小時、分鐘跟秒鐘的數值 我們來看下一個結構圖 目前這張結構圖 各位注意中間的部分 在最下面的地方 這個BCD BCD多了一個 Input Second 所以我們把 時鐘的10分秒的Output都取出來 分別 給3個BCD去做轉換 再把這3筆數值 送給這個 數值的 區間選擇器 我們可不可以試著 新增一個控制訊號 來控制這個 區間選擇器的模組 在這個控制訊號是0的時候 沒有開啟的時候 那就跟我們先前做的功能是一樣 它會顯示這個 Hour跟Minute 當這個 控制訊號 開啟的時候是1的時候 那我選擇的是這個 下面兩個 Minute跟Second 所以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要怎麼選取這個 數值 哪一個區間是我們要的 好那我帶各位看 這個Tap Block 模組之間是什麼 連線 那在 Input的地方我多說明一下 我剛說的控制訊號 新增的控制訊號在這裡 我把它命名為 Show Mode 模式切換 這個模式切換我用在哪裡呢 各位看一下 我必須給 數值的 區間選擇器 使用 所以這個模組的地方這個端口 Show In的地方 就是接Show Mode 區間的選擇器 那我帶各位看一下腳位檔的地方 這個Show Mode 顯示模式的切換 我把它腳位是 設計到 H18直播開關上 因為我用到這個 直播開關嘛 所以我下面這個重複的地方 要把它取消掉 Clock 2 Demo 放開關卡 搜尊 用 即使用 T恤 second one minute five second mode change one minute two minute mode change reset